在我们还没有跪下来祷告之前,我是希望用圣经的一些道理,与大家一起做免励。 在启示录的第七章有谈到十四万四千人,他们都是神的仆人,他们也被神所印记了。 我们可以读的第七章第九节。 第七章第九节。 之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,没有人能数过来,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。 正在宝座和羔羊面前,身穿百衣,收拿中树枝。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就是得胜的圣徒。 诗诗节告诉我们,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 在整个过程当中,他们曾经用羔羊的血把他们的衣裳洗白尽了。 所以这些人,他们是借着主的血。 他们是靠着神还有主耶稣的宝血。 也就因此他们得胜了。 因此他们也能够在宝座前站立。 在十四章里面,再一次的又讲述了这十四万十千人。 我们可以读第一节。 十四章第一节。 我又观看见羔羊正在西安山。 同他又有十四万十千人,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耳上。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四万十千人,与父有亲密的关系。 他们是真正属于天父的,因为在他们的耳上有父的名字。 我们看,我们读第四到第五节。 我们能够读到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为出手的果子。 那他们也跟随着羔羊一起走,无论羔羊走到那里。 那同样的,我们能够看到这十四万十千人与主耶稣之间亲密的关系。 那第五节有说到他们属灵的灵修。 那第五节有说到他们属灵的灵修。 因为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。 因为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是没有瑕疵的。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达到这一个程度。 我们都希望我们是成为十四万十千人的其中一个。 那他强调与神之间的关系,那是值得赞扬的。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也是很重要的,就是神的教会。 这十四万十千人能够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,那是因为他们是在西安山上。 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第一节。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教会里面,我们就不可能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。 我们看西伯来书。 西伯来书的十二章,二十二节。 这里再一次提到西安山。 它是属灵的耶路撒人,是神所住的城市。 我们读二十三节。 我们读二十三节。 也由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,所供给的总会,由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人一人的灵魂。 在中文版本说到是诸子之会,但是在英文版本它说是教会的长子。 长子的教会。 那也就是说西安山就是神的教会。 我们读以赛亚书的五十一章。 以赛亚书的五十一章。 十六节。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的十六节。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,用我的手迎遮蔽你,为要采定诸天立地,立定地居。 你又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。 西安就是神的人民。 所以很清楚地,一旦我们提到西安的时候,我们就要从神的教会这个观点来看。 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教会有一些问题。 但是我们不要从神的教会里逃跑。 因为在神的教会,我们能够成为精精, 使得我们能够被神接纳。 在教会里面,我们能够与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 所以教会对我们的救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人,他们以主站立在西安山上。 所以这对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认识教会。 因为西安就是神的居所。 所以神是在教会里面。 如果我们必须要保留在神的居所,才能够成为完美。 所以我们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。 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十四万十千人的其中一个。 这样我们能够在神的宝座前来侍奉祂,也没有任何的惧怕。 我们现在要会神来祷告。 在我们的祷告当中,我们要感谢神。 我们也要为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们带导。 我们也要为那些信心软弱的带导。 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激励起来在我们的信心和信仰上。 请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。